游览车紧急停在国道中线惊险万分 因为驾驶昏迷了 后方大塞车119赶到现场救援 司机被台上救护车送医 57岁的灵性驾驶开车当中心机梗塞昏迷 当时车上43名阿兵哥 从北部回苗栗斗换坪营区 车子在中山高新竹湖口下坡路段 许显阿兵哥发现车子偏移 赶紧抓住了方向盘 将手放上方向盘然后向右扶正 让车身保持在一个中线且稳定的行驶状况 司机的脚从油门上移开 车子还是在继续滑动 引擎熄火 气压的刹车系统拉下来 紧急时刻呼叫同跑支援 红信阿兵哥赶紧来帮忙 国军在大家都能够安息 这个非常棒 这也表示说你们的爸爸妈妈也教得很好 两人都是23岁的大学毕业生 11月初刚入伍 接受4个月的常备军事训练 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救了全车的人 大客车路上失控太可怕 这方向盘一定要控制好 当时还是星期天晚间6点多 车流尖峰期 老经验的驾驶说 得先稳住方向盘 想办法停下车 一定要有控制到方向盘 然后把他脚移开 那手刹车在哪里 手刹车在这里 司机说得稳住方向盘控制方向 移开油门踩刹车 拉手刹车把车子停下来 阿兵哥做对了这些关键 让全车的人甚至是周遭的车辆逃过一劫 联维不乱化解危机 国道警察队也前往致意 只可惜心肌梗塞的司机 没能就会隐命 TBS新闻谢国金城市民无赎品 新竹苗栗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